标股新天地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陈学静分析师主讲 前国内法人代操部门主管 工商时报绩效竞赛全国纪录保持人 深入产业第一线 挖掘第一手情资 专攻主流产业标股 精准掌握主力大户筹码动向 为您创造最大的财富 欢迎收听 标股新天地 轮源投顾109年 尽管投顾新字第010号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 继续准时收听我们每天晚上9点 9点标股新天地 赶快了请主讲分析师 轮源投顾陈学静大师兄 老师好 曲真好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天看着我们的指数 都有点担心 这个担心是不是因为 现在没有每天一直涨 因为之前上半年太好过 但是最近似乎也没有再往下走 那在其中这些股票的操作节奏跟选择就非常的重要 老师是不是最近要比较重视一些职优有基本面 还有要筹码的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老师的资料 就是讲说主力锁码的 还有营收报充的 还有底部起涨的 今天还有资料要提供 是没错 前两天没拿到的 听众朋友今天还有机会 请老师带我们来做观察 还有操作的建议 好的 那这份的一个资料 奔月的一个标股 今天持续开放一天 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可以加Nine或特别轨 直接在线上填写索取表当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我们线上所有的一个服务人员都会非常乐意为大家做服务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行情 今天台北股市是呈现的一个量缩震荡的一个走势 今天的震荡会意外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不会意外 因为早上大家要听到那个川普跟贺锦丽要辩论 所以大家都会品行以待 所以早上预估的成交量只剩下2000多亿 那你想想看 只有20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量 今天那个指数2000多亿能够推得动吗 当然推不动 所以今天他不能够涨 他也不会涨 有涨一点点 没有最后他还是说黑 对不起 是贵白指数才涨 因为今天涨就不对了嘛 量缩价涨叫做什么 量价背离 错错错 明天会引来更大的一个恐慌 所以今天不涨是对的 不涨是好事不是坏事 不是看到指数跌就是坏事 然后再来 因为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一个干扰 包括的一个美国总统的大选 即将在11月初举行 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 9月17号18号 还有NVIDIAGB200的一个晶片 地元出货的一个问题 包括的一个苹果信息销售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些的一个因素 在在都会让许多投资朋友 感到惶恐跟不安 也使得一个最近的一个买盘 纷纷都坐上闭上关 不敢挽动 不过各位今天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哦 第一个就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的角度来看 我问各位今天川普跟贺锦丽 谁能够胜出 我支持女婿 我也支持女婿 因为川普之前有当过 这个股市都要看她的traitor 因为大家在怕 因为上次拜登跌倒 那大家怕说这次的一个辩论 那会不会贺锦丽也跟着拜登的一个步调跌倒 不过这一次辩论的一个结果 我们从最新的一个民调的数据 那这次辩论贺锦丽 她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满意度是高达7成 那就好 很明显我在这次倾向 川普只有三成 虽然我们不能通 所以这一次应该是贺锦丽 应该是几乎啦 我认为是80% 90%会当选 因为她第一个又具有一个种族的一个优势 因为川普比较强调在白人的一个主意之上 那你可以看到贺锦丽她不仅可以狼挂所有的一个非裔 包括黑人甚至白人 这些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票仓 包括这个妇女的票仓 所以大家也知道说这一次的一个贺锦丽 应该胜出的一个几率比较大 那第二个就是美国林总会 9月17号18号即将降息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也在怕 这一次到底会降一码还是降粮吗 很多人在怕说 到时候如果降的太快 有些人就是这样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对呀 想说降粮码好一点啊 可以引花一点激情 但是降粮码又怕经济衰退变成事实 对呀 股市不是比较会振吗 大家又怕 那其实 其实说真的 这次应该降粮码 因为根据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市调的一个机构显示 交易员的机构显示 降粮码的机率是高达73% 那降粮码的机率只有27% 所以如果降粮码的话 这个符合市场上的预期 就是美国的经济可望软着陆 也代表是说 美国联总会在今年9月会降粮码 然后11月12月各降粮码 那对于这样 对于整个的一个美股啊 会带来相当正面的一个激励 那第三个就是NVIDIA 的一个地缘出货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这个问题 应该都已经解决了 根据这个供应链的一个消息透露 在整个这个辉达 它的一个Black的一个 的一个WARE的一个晶片 那原本是这个光照的一个问题 那这些这个问题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修改完成了 变成不用重新的一个流片在投产 所以整个这个地缘的一个 生产的一个时间啊 有限 那么乐观的一个预估啊 GB200的一个晶片 在12月会开始量产 原本大家在担心说 是不是到时候会会产不出来 结果事实上 结果12月会量产 然后明年第一季会大量 交互给ODM厂 也就是说 在整个的一个NVIDIA的一个晶片 那未来的一个地表最强的晶片 GB200开始大量的一个生产之后 那会带动我们国内这些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厂商 不论是在营收 毛利 获利 业绩 大举的判申 所以包括的一个台积电 包括的一个鸿海也好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的一个股票 短线的一个震荡 我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短线震荡有拉回 你闭着眼睛买 将来你会贪到嘴巴掌 我跟你说一下 当然它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型股一样 动不动就大涨一倍 大涨两倍 但是至少这些的一个股票 已经摆明了 经过的一个回档的一个修正之后 那么也进入了一个尾声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一个耐性 我可以告诉大家 后面将可望带来丰硕的一个利润 然后再来这一次的一个苹果 的一个新机的一个花表 那大家在担心说 这一次的一个新机的一个花表 到底整个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状态 能不能够超乎市场上的预期 不过如果说根据这一次的一个苹果 它的一个S6所秀出来的鸡肉 一般门男有六块 那他有多一块七块 七块鸡肉 还比较迂合 那最主要的 他第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在这一次的一个新机里面 他导入了一个整个的AI的一个系统 那你想想看 他手度导入了一个AI的一个系统 让整个的一个iPhone的一个功能 的一个提升 那这个真的是 就如同Cook 执行长Cook所说的 令人振奋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 同时AI的一个功能 他将释放出真正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创新 再来他这一次搭载的一个历年来最快的一个 A18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处理器 那又可以优化整个的一个大型生存式 AI模型的运作 这是第二大亮点 那第三大亮点就是他手度搭载的一个Wi-Fi 7 以前苹果都是等别人都已经用了几年之后才开始推出 这次没有他率先 他率先搭载的一个Wi-Fi 7 他变了 对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他推出的一个Wi-Fi 7 那等于是会带动的一个台湾 而且是全机种的一个资源 那是四款的一个新机 那支援会带动的一个整个台湾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包括的一个PA供应发拉器 这些的一个拉货的一个需求 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次完全没有涨价 那这也让果粉直呼 真的是相当的一个有诚意 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以整个这个苹果目前的一个旧机 的一个用户高达的一个十几亿的一个用户来说的话 那我认为这一次的一个苹果整个的一个换机潮 随着一个苹果导入的一个AI 那也秀出了一个奇怪的一个肌肉之后 那我觉得这一波的一个苹果换机潮 将渴望带动整个一个国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供应 的这个营收营运的一个大幅的成长 所以从线上面所种种的一个现象显示 在整个的一个经济 整体的一个经济 仍然是持续的一个成长 持续的一个看好不变之下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量说创下近期的一个新力量 台股进入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压缩 接下来准备完大的 就待不确定性因素消除 蓄积已久的一个能量 将渴望全面引爆 所以现在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你要放弃吗 当然不要放弃啦 那重点我想还是在个股啦 那除了有些如果说八月营收表现不好 或是一些涨高涨不动的一个股票 可能这些的一个股票短线上 趋于风险跟纪律操作原则 你这些股票你当然该适度避开就要避开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真的涨幅很高 比如说像工具机的一个金站 或是啊 的一个矽光子的一个莲哑 这些这一段的一个涨幅 有的都涨一倍了 涨一倍以上了 那甚至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车灯的一个体维C啊 啊银建股不用讲 银建股这种股票我告诉你 你不要期待太多 这种股票政府后面因为现在的一个房价高涨 他也怕房价高涨到变成 整个的一个人民会受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打房一定会怎么样 会持续 那打房持续对于银建股啊 当然现在高房价嘛 还屹立不摇 但是到后面如果说 一旦整个的一个房价松动的话 那对这些的一个银建股 后面的一个股价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涨的一个震撼力 所以银建股你手上有这些股票资产银建 你这个地方你要避开 有反弹你就是要卖 就是要卖 然后包括的一个 网通的一个逊州也是一样 那门利也是啊 门利之前我们待会没有大赚特赚的一个股票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 那这些涨高股你当然要比开 还有一些八月营收表现不如预期的公司 比如说像旗偶 旗偶安全监控旗偶 旗偶吗 旗偶三三五六 营收双减 你看今天就杀杀跌停 还有汉磊 第三代半逃底的汉磊 甚至包括的一个积电工程的一个亚强 你看这些八月营收 表现不太亮眼 亚强以前表现很好啊 三百多块啊 但是你看啊 哇最近公告的营收表现不好 啊业绩没办法支撑股价 所以你看一跌跌多少跌一百多块 那包括的一个 包括建国建国不用讲啊 6108建国啊 你看台湾厂要缩掉了 代表什么 代表订单有缩减的一个问题嘛 所以你看最近这些股票为什么跌那么深 包括博藤也是一样啊 正宫建筑设备的一个博藤啊 你看博藤最近的一个股价这样一跌 都跌了三四十%以上 那么甚至包括工具机的一个 的一个利肯啊 或是啊 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电子零件的一个迷茫石 这些八月营收表现不如预期的 的一个公司 基本上 这些公司 你要避开 但是相对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股票市场上 还是有许多 前景看好 并且啊 公司营运啊 具有包括成长体材的一个股票 那么在未来 仍是大家值得来做一个留意的 就以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来说 比如说像2888的一个新冠金 我想这档股票不需要我再多说 今天大涨再重新高 我就告诉大家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看台信金跟中信金啊 抢金 对 中信金要抢金 那台信 台信金要不要雇装 一定要 一定要雇装 啊他要怎么雇装 大戏这个 对啊 雇装最好的方法就怎样 涨价 多给点聘金 就调高价格嘛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新冠金 今天就是大涨上来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到今天为止 从8月12号 10块半 那到今天为止 获利价差达到29% 将近三成 其实这都是小菜 那如果说再涨上去 到14块你就不要追了 我先提醒大家 因为中信金的一个目标 收购目标14块 五毛五毛 表里如果为了赚五毛 你去抢 我觉得没有意思 那这样股票 这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代表作 再来 我送给大家的一个 的一个新富心 你看这档的一个股票 今天是上涨 今天涨两块 那昨天是开高走低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对 它数字很漂亮 对不对 你知道8月份的一个营收 在创立年单月新高 而且连升将近500% 那还今天长这样子 算小case而已 我告诉大家 这种股票 磨磨磨磨 磨到最后一定是怎样 不见喷出 不回头 不是希望 是一定的 你可以看到 我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 先让你赚了将近五成 那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认为是相当的一个看 我们从整个业绩的数字的表现 就可以看得出来 再来要谈到的一个 就是步步高升 6739的一个足声科 你可以看到足声科 今天那个表现 还算持稳 前天涨停板 昨天创新高 今天收平板 那么这档股票 我们在短短五天的时间 我们带会员朋友 已经现赚超过27% 超过27% 那高档我是昨天 最高的时候 几乎卖到最高点 顺势获利出一半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 的一个位置点上 然后大涨上来 顺势获利出一半 我另外一半 我还是续报 我告诉大家这档股票 我还是看好 我不是获利卖 我就不看好 我获利卖 我是为了帮我的一个会员 来创造更好 更棒的获利绩效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未来的一个整体的营运 展望持续看好不变之下 是 这种股票如果有拉回的话 就有低阶上车的机会 这个机会怎么把握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把握 没关系你来找大兄 那大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虽然短期的一个指数的震荡 我知道大家很担心 但是我却看到很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 接帮轮动大涨上来 比如说最近最夯的西光石体材 从我之前送给大家的一个联军 然后再来 你可以看到轮动到的一个联雅的 一个接帮大涨 然后今天又轮动到谁 包括创威的掌停板 包括仲达KY的一个掌停板 那么接下来 到底还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渴望接棒演出 听好 就在这一份奔月标股里面 听好 大兄今天持续开放 免费索取 那怎么样来做一个索取的动作 很简单 第一个加耐 停写表单或推特轨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最快 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好的 感谢我们的陈学金大师兄 好 不管是这个攻击型的个股 或者是这个星光金 算是比较 本来是稳健的 变标 算蛮标的 一档股票 好 大师兄都有帮大家选到 好 听众朋友应该也都如数家珍 好 如果错过了这些好股 想要跟上我们大师兄新的布局 还有呢 这一份资料 先分享给大家 提供给大家 奔月标股 总共有三档 另外呢 还有一档是隐藏版的 大家可以记得再问一下 好 利用稍后的资讯服务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 如果还没有索取 我们大师兄的奔月标股 现在赶快 即刻拿出手机来 赶快拨大服务专线咯 02-2321-9933 02-2321-9933 24小时都可以服务了 好 所以你要把电话牢记就对了 这份资料呢 是我们大师兄呢 为大家选择出来的 九月必买的精选标股 其中呢 这些个股的这些基本面啦 还有礼基点的部分呢 老师呢 都讲解的非常的仔细哦 欢迎听众朋友赶快首刀的拿到咯 02-2321-9933 2321-9933 好 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 大师兄要再跟大家最后的鼓励 最后的提示哦 好的没有问题 那其实 做股票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不用想的太复杂 大家只要把握住主公股必备三大要件 第一个就是主公股必会领先趋势做上上 第二个主公股必会配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个主公股必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你只要把这三大要素 牢牢给我记在拿牌子里 我可以告诉大家下半年真的会赚很大 就像的一个联军一样 三四五年的联军 当时候我在五月二十三号 七十九块 我待会儿没有锁定 我也把这档股票 大方无师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也送给大家 结果后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能够一路飙涨到一百八三点五 就是因为他搭上的一个细光子的题材 同样的一个 3081的联雅也是一样 搭上细光子的一个题材 你看短短一个月的一个时间 飙涨了超过了一个一百多趴 再到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创威 跟跟中达KY 也是搭官系官子的一个题材 你可以看到今天马上接班 接班的一个亮灯掌零板 还有就是包括的一个导官版的一个 帽林KY 或是车店的一个一粒店 这些也都是一样 符合的一个这样 我说的一个主公主三大的一个要素 你看今天这些股票 为什么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犀利 重点是如果这些股票大涨上来过后 那么还有呢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像联军一样 可以像竹森科一样 可以像茂林或一粒店一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都给大家传号 第一档你看到了嘛 华鸿子你看到了嘛 两天两根掌零板嘛 那第二档 他是从事的一个这样 搭上的一个瓶盖 跟低轨道的卫星嘛 这档股票 哇 现在还在低档哦 你不要等到发动时 你这段再来对省看 好 到底是哪一档 想知道很简单 赶紧把电话拨通或加赖 填写表单的一个动作 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我们把时间交给其真 大师兄还是老心在栽的哦 这些股票呢 为大家预备好了 希望大家用心感受 务必所持 好了 师兄呢 这是台股最后的压缩 准备呢 要玩大的的进场 好机会哦 竹森科第二哦 或者是呢 其他的标股哦 赶快索取就对了 十分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 留言投顾 陈学敬大师兄 谢谢你 谢谢其真 谢谢大家 最后压缩 准备完大的 尽情把握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 拜拜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记得了 现在呢 赶快就来电 索取我们大师兄 预备的 奔月标股 三档股票的资料了 02-2321-9933 02-2321-9933 而认同大师兄的操作 或者是想了解更细节 都可以进一步的咨询 相关活动咯 别客气 24小时都可以拨打服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